欢迎收看3月31号的财经Espesso 晚上好我是微敏首先要告诉你的消息是马兴两国可以进行跨境二维码支付连接了 大马国家银行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天早上发布联合文告 两国民众可以在实体商店扫描NextQR或者Retnock QR来完成付款 也能够进行往上跨境电子商务交易 国航总裁诺山峡表示 有关政策将能够让数以百万计的通勤者以及商务和休闲旅行者受益 也能够将对两国零售业起到推动作用 接着来关注马股三月份的整体表现 在各种负面消息尤其是美欧银行危机冲击之下 三月马股预振乏力 拖累富士中止连续三个月收低 全月跌了31.60点 只能够稍微庆幸成功守住1400点的心理水平 而对比其他亚洲股市 马股表现垫底表现最亮眼的是 香港恒生指数飙升了3.10% 展望未来MFVF研究维持综止1590点的年底目标 大约两个星期前才宣布三连亏的全球最大手套生产商顶级手套 昨天位于三美兰州卢谷厂房遭遇大火 整个工厂60%以及大批手套烧毁 所幸无人命伤亡 对此大马投行分析员就以这间厂房为4月完成订单 全数烧毁作为假设 所以分析估计对顶级手套2023财政年的营业额 大约有0.5%至1%的影响 因此不至于需要调整尽力预估 而今天必是顶级手套的股价微跌2.5仙至94仙 那么今天的财经Espesso到此 感谢收看